台日關係是我國外交工作的一大重點 但是最近幾天外界不斷的質疑 新任駐日代表沈思純是否稱職 而今天下午馬英九總統借著接見他的場合 公開肯定沈思純的外交經驗還有能力 而且層級夠高 那麼馬總統特別強調 推動台日關係的關鍵是在於有對的政策 否則日文再好 也無法對雙邊關係有所突破 外交部常務次長沈思純被發佈即將接任駐日代表 引發外交人士以及媒體討論 質疑沈思純不懂日文和日本沒有淵源 更被質疑分量不夠 是要馬總統借著接見沈思純的場合 公開力挺他的能力 我想這方面應該都是 他具有一個相當不錯的一個條件 層級也夠高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他自己支持的外交官三十年的經歷 從美國到歐洲都待過 尤其他做這個工作 做這個常務次長 他是全局性的工作 不是只針對某一個國家 其實去日本的代表 我覺得要有這樣的條件 馬總統系數這幾年來 臺日關係大幅進展的十五項成就 並肯念前駐日代表馮濟臺的努力 馬總統還說發展臺日關係的關鍵 是要有對的政策 否則日文再好 成績再高 也無法對雙邊關係有所突破 而沈思純則是說 自己對於臺日關係的情勢掌握 還需要更深刻一些 但面對挑戰會越戰越勇 接受這個任務 心中當然有點接生恐懼的感覺 在外交部工作了三十二年 當然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挑戰 不過我的個性就是有挑戰了 就越戰越勇 而馬總統當面指示 未來駐日代表處的重要工作 除了繼續經營拓展政商人脈 經濟議題上讓臺日貿易更加緊密 文化上只要促成故宮和東京文物相互展覽 並要更進一步推動日本赴臺觀光 希望讓臺日的關係更好 記者 李宗盛 吳家寶 台北報導